當一個領導人要有什麼樣的氣質 要有什麼樣的氣質 做一個領導者要有什麼樣的本書 我們大家在台灣民政府經過了五官一後 你會被任命為台灣民政府的政務官員行政官員 你要當台灣人的領導 你要怎麼來領導台灣人 帶領台灣人向前進步 向未來進步 要怎麼做 所以說這個十點的意情 我先用兩個人 兩個總統的有名的話 來做這段話的開始 第一個就是歐巴馬 歐巴馬他說幾句話 他說進步的第一要務 是要做什麼 就是進步的第一要件就是改變 就是Change 在他領導你選的時候這個Change 說得很好 全美國所有的人都很著迷 歐巴馬說幾句話 他說要進步的第一要件就是改變 你要將現出時改變 你要將現出時的整個情況要改變 你沒有改變你就不會進步 你沒有改變你就永遠停留在你原來的地方 所以這幾句話希望我們所有的動心 要做你後面做政府官員的第一 第一件事情你要知道 就是Change 改變 第二的人就是 我們來的總統 他說一句話非常有名 他說 你不要問說 國家替你做什麼事情 反而要問說 你替國際去做了什麼事情 就是說 我們每一個人都是台灣的一份主 你不用問說 台灣給你什麼 你應該問你自己 你可以給台灣什麼東西 從這個地方就說起來說 台灣民政府 這個政府官員 要有的十點十點 最基本 領導人的要件 領導人的氣質也好 第一次就是 你一定要有堅強的信心 堅強的信心 今天台灣民政府 担任各位 向法律的道路走 你不必 有什麼樣的懷疑 你如果懷疑 你就不用參加台灣民政府 你就去參加你自己 本身認為中的路 台灣民政府 這點法理 日暑美戰 這是完全正確 所以你除了 你要有堅強的信心 醫療 你到你自己 的內心來背 一定要說 你的目標 一定要很明確 你打拼 你是為什麼打拼 為台灣人打拼 你的目標要明確 同時 你也不要忘記你的初衷 就是說你上台 在台灣民政府的時候 你是要做什麼 你剛開始的宏觀 剛開始的偉業 你不要去有任何的動搖 所以就是說 第一行 要有堅強的信心 堅強的意志 第二點 台灣民政府 你們就這樣 要有解決 要自己解決問題的能力 所謂的事情 你做到 你要自己來解決 想辦法解決 想方法來解決 你不要說每次 如果做到事情 就是要叫什麼人來幫忙 要叫什麼人怎麼做 兩個都是不對的 簡單的講 就是不求人 台灣民眾會關完 不用求人 自己做 不會想辦法 不會想辦法 不會想 你和你的智囊團 做會去想想 這樣做 一定要把它做成功 我們在很快要成功的這一刻 我要告訴你 我們十項實現的領導人的氣質 你一定要記得很清楚 第一點就是 剛剛說的 要有堅強的信心 第二點 要有自己解決問題的能力 就是說 不用求人 不求人 第三點 台灣民政府 你們就這樣 要有慈悲心 要有主彼的心 要有同情心 要有同理心 為民生設想 這樣 你才會有智慧 你的品性 一定要很優良 你要有公德心 也要有公義心 這不容易做得到 但是台灣民政府 的所有的官員 都要學校 都要知道怎麼做 我再說一次 海外民政府的領導人 要有慈悲心 看到一些很可能的人 你的耐心裡面 要很慈祥 要能悲天悯人 所以你要慈悲的心 你要有同理心 你也要有同情心 耐心裡面 對應萬替佩生設想 百姓想要什麼 我們就替他解決什麼 這樣 你才會有智慧 同時 你的品性 才會優良 你才會有公德心 也會有公義心 這是領導人 第三個特質 第四個特質 就是你對事情 要有判斷的能力 什麼事情發生 你一定要有判斷能力 而且這個判斷能力 你怎麼樣會有判斷能力 你對的事情 第一要先觀察 第二 你要去思考 觀察之後要去思考 思考以後 你要有系統的分析 你要雜亂無章是無效的 要有系統分析 系統分析以後 你把整個事情 把它結構化 把它結構化 結構化了以後 你就能整理 然後就把它解決 所以做事情 就是要這樣 所有人 做的事情 因為你現在去接著 政權以後 我們不可能 每天都坐在這裡最高 你要自己獨當一面 去解決問題 這個時候 你要花桑來幫你搗三天 不可能啊 也不可能 一天一天打電話 秘書長跟你說不可能 你要自己去解決 所以你要判斷能力 判斷能力 就要觀察 思考 系統分析 結構 然後來整理 來解決問題 第五點 做一個台灣民進會 你們在這裡 要有宏觀的智慧 就是說你的心胸不要太狹窄 你要放給開看 你要放給開看 然後呢 你的宏觀的智慧一後呢 你要有宏觀的觀念 這個事情 不要只想你自己 甚至只想幾個人 你要想整體的 替整體來設想 來著想 就是說你要培養 你的氣質 培養你的氣語 你 在朋友的面前 在你的人民的面前 在你的背景的面前 在你的背景的面前 你要有 很大的胸懷 這點呢 台灣人有時候會比較欠缺 所以我在這個地方 和我們大家共同來勉勒 第六點很重要 就是 我們所有的 你們這裡 要有 堅強的智囊團 我們現在軍手 我自己規定說 你剛才找八位 軍務委員 我們現實是所有的這些 隔園 你也一樣 你要有智囊團 智囊團的建立 在於你自己 你現在鼓掌一個人 我告訴你 你做一個美心公 你和你的朋友 共同奮發 有一樣的意志 集合在一起 所以這個是非常要緊 你要有智囊團 每一個人都要有智囊團 有智囊團 當然是這個地方 接著下來就是說 你要聽從百姓的需要 不是要求喔 你聽從百姓的需要 被人需要什麼東西 你要去改革 同時呢 你要聽專家的意見 有的人 八個跟你說要做什麼 你不聽專家的意見 只八個說我要這樣 要這樣 你就不想說 這是他主宿的想法 還是所有人的想法 這說是很簡單 但是要做 就不是那麼容易 也不是那麼簡單 第八點 就是我們大家 很主席很欠缺 要有說服力 到今天為止 你在台灣民政府 只能鼓掌一個 你只能說服你自己 來參加台灣民政府 甚至你的家人 你都沒有辦法說服 請問 要這樣變成台灣民政府的領導人 你一定要有堅強的說服力 要有合理的說服力 用你周邊的人 說服他 所以你要有 在體制裡面 運作的執行能力 我們在台灣民政府 你在台灣民政府裡面 你周圍有很多人 你要想辦法 讓他來贊同 認同你的想法 我們的想法 你要跟他講道理 這個道理 就是由你的嘴 講出來 不是那麼簡單 所以有很多人 各種的為止 參加台灣民政府 只有那一人 你也沒有介紹過任何人參加 甚至於連身份證 你自己都還沒有申請 那很過分 所以你沒有申請過身份證 我告訴你 你我們那個議員跟那個內閣的 隔員資格證書不會發 你如果沒有身份證 因為我們沒有把它當成說 你是本土台灣人 你如果不是本土台灣人 我們就不會發 議員或者是隔員的資格證給你 你一定要有身份證 你才是台灣人 你才有資格 擔任議員 或是擔任隔員 就是我剛才沒說的 說服力 你自己想看看 你到現在為止 你介紹幾個人參加台灣民政府 我不用問 你自己想 你有幾個 參加台灣民政府 事實上 你不用花你任何的一毛錢 我們只要你在這個地方 來用這個水月園 這個地方來上課 就別人的地方來上課 當然你借別人的地方上課 你一定要付 民宿的費用 吃飯的費用 你不覺得說 我們現在台灣民政府 還有很大的改變 例如 我們現在跟你說 你要來受訓的時候 要自己帶著水服 有人覺得很奇怪 難道 水月園連那個杯水 都沒有辦法供應嗎 杯水不供應 是我的要求 你們只要說 要喝水很簡單 你們知道 你們杯水喝不喝的 把杯子怎麼處理 你不知道怎麼處理 你們來住的時候 本來都有供應牙刷 很高興啊 刷一刷以後 雖然那個牙刷不值錢 用完就丟 你丟了以後 那支牙刷 你知道嗎 有一天 東西嘛 叫我說 陪他去山頂看東西 他去山頂 摩托 拿一包東西出來 打開 裡面都都牙刷 這包牙刷 我跟你說 不會後 不會吵 不會暖 今天 我們看牙刷在這裡 明天 我的學生來看也在這裡 我的孫子 後來看 也在這裡 陰陰亂 二十年 五十年 一百年 你還是在那裡 所以這邊的改冠 給我很深的體會 所以我跟中央辦公廳說 下令 要來這裡想的人 牙刷 盥洗用具 沐浴如 這裡會供應 但是其他的東西 你不能說 我就錢了 我來買了 沒有錯 錢是你的 買到的也是你的 但是這些資源 是整個國家的 整個社會的 有時候 我去房間去看 電風開幾天 都沒有人 電風在洗 甚至冷氣 叫最胖 你可能會想說 老子有錢啊 我有錢啊 我有錢啊 我來就不行 你不行 你也可以 你也可以享受 但是你有想過嗎 這是世界的主案 社會主案 我們沒有全力去把它浪費 也許 講起來是一點點 但是這個觀念 在我們台灣民政府 所有的人 要升職 所有的人心 你要愛惜東西啦 所以我跟遊行人說 不用 不用供應 那個那個 杯水 自己帶 水壺 我也有水壺 喝完過一天 這樣就好了 最好不去 這裡 有福利社啊 有供應啊 本來福利社裡面 我們這裡都自助的 你有下錢 沒下錢 沒下錢 沒人知道 但是你給他要下錢 因為這個泡麵 本來有那個竹筷 有啊 我們條工竹筷拿著 用塑膠 那不是吃完要拚掉 吃完 洗一洗 你看你如果不洗 也沒關係放在旁邊 拿去洗 這是愛護資源 你可以吃 這錢你的 我知道啊 但是你真的不要浪費 這點是 真的真的要和我們所有的 動心說 後來台灣 會很有錢 但是我們嚴禁 百姓浪費 絕對不能浪費 這個竹筷 是我們所有社會 共同所擁有的 不是說你有錢 你要浪費就要浪費 不能這樣 這要洗腹啦 過來呢 第九點 你要有傳承的心 什麼叫傳承的心 就是要提拔你的後背 你的後勁 要讓有能力的人 出來替社會做事 出來替社會做事 傳承的心 就是要將一代交給下一代 下一代再交給下一代 提拔年輕人 是我們台灣民政府的中職 跟藥紙跟藥件 我們要提拔 年輕人 同時呢 給年輕人的機會 讓有年輕人出來替社會服務 替社會服務 替社會服務 這是台灣民政府領導人 應該要有的九大 九大原則 原則也可以啦 或是所有領導者的氣質 最後的一點 台灣民政的領導人 要有實踐力 我們說錢多 怎麼實踐 這就是要靠我們大家 共同來打拼 你不能打拼 絕對機密檔案裡面 就是美國現在開始都會到這個絕對機密檔案一步一步來實行 但是要叫這個一步一步來實行 那我們要怎麼去做 你要有智慧 所以你看看 我現在呢 要繼續 絕對機密檔案這本你把它拿出來 那我們這個絕對機密檔案這本拿了 我可以跟各位說 我可以跟各位說 真的全世界沒辦法找 只有我們台灣 深入的研究 抓好讓美國 逼著美國不得已 一定要做 所以今天這個上課 我要來跟各位說 第28月 絕對機密檔案的第六篇 美國設計日俗美戰台灣 第28月 美國設計日俗美戰台灣 一九四五年三月七九 日本當中東京受到美軍不顧國際法的約束 從馬里亞納空軍基地出動V29轟炸機群 以燒一彈全面轟炸木頭為主的 日本民間木造房屋 讓東條鷹機受到空前壓力 隨後於8月6號9號 在廣島跟長崎投扔世界上最具毀滅性的原子彈兩顆 至少造成40萬人傷亡 4月1日 亞洲史上規模最龐大的兩棲登陸作戰 發生在台灣鄰近的琉球海域 琉球琴島 遇碎的結果震驚震撼了台灣人心 台灣人開始恍恍不可中日 同日4月1日 日本政府按照國際法宣布 將台灣人編入內政延伸後的憲法實施 這是台灣人自1895年大清割讓 台灣給日本 這叫做大清皇帝 割讓台灣島給日本天皇後 經過日本政府依照國際法 禁購台灣 首先是1922年2月6號 華盛頓裁軍協定 國際社會承認日本 承認台灣是日本的領土 這是協定的第19條 繼而在1937年 日本政府同意 台灣人更改姓名 扶兵役參政等措施 本土台灣人變成不折不扣的 與日本本土人士同等地位的日本人 至此 國際法上台灣成為日本神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台灣人至此與日本人相同命運 是命運共同體 美日太平洋戰爭 日本物質缺乏 戰線太長 雖然將中國擊敗 仍然落入無可回天的境界 終於8月15日 日本天皇御陰廣播 願意遵照 波斯坦宣言 日本無條件投降 結束了從1941年12月7日 開始的美日太平洋戰爭 從艾森豪總統 貪任國務卿的杜勒斯 是真正影響 而設計台灣國際地位的唯一人士 就今天和平條約的書寫人 是台灣歷史上不可缺少的人 將杜勒斯 國務卿對台灣未來地位的遠景談話 做重要而且摘要的紀錄如下 這個部分 我是在跟我們各位說 這個部分很重要 這個部分 特別說就是 我跟美國國風部 作為你研究 也很重要的一個部分 我就在研究說 杜勒斯當中 到底他知道說 日本天王在台灣有時候 憲法沒有 我跟美國國防部的一些智庫 我們曾經討論過 我們得到的結論是說 杜勒斯不知道 而且那個時候沒有人敢提醒他 雖然最後 最後的時候 日本的修雄 吉田茂 北加杜勒斯共 但是他沒有很注意 但是他路面說下出來的 就今天和平條約 事實上就隱藏著 台灣已經是日本天皇神聖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所以 如果是這點 我們台灣人是真好命 抓到 那當時杜勒斯 如果真真誓誓 將台灣按照開羅宣言 來交給中國 中華民國的時候 那我們今天就會非常悲慘 北加在1950年6月25號 韓戰爆發 6月27號杜勒斯宣布 海峽中立 台灣海峽中立 而且台灣的問題 要等到 太平洋地區和平穩定以後 才來討論 所以剛開始的時候 那時候 當 九戒舊 佔領台灣 美國曾經有一度 想要出兵 將九戒舊 抗去海南島 但是那時候 因為共產黨 共產黨 猖獗 所以那時候 落到美國的風氣 美國曾經要求 印度啦 紐西蘭啦 菲律賓啦 出兵幫忙 但是呢 那些國家 因為競爭剛才結束 也沒有人 沒有要再競爭啦 剛好共產黨 那時候 是猖獗 所以 包括 那時候 九戒舊 用 消滅共產黨 的那種 恐怖 在台灣實施白盛恐怖 美國都外公 萬一在這裡 因為美國那個時候 對共產黨 是非常憤恨 氣憤 所以什麼人 聽到說 謀命人是共產黨 共產主義 會吃吃吃 美國 就想辦法 所以那時候 九戒舊 可以利用說 台灣人 什麼人是共產黨玩 什麼人 來在台灣造成白色恐怖 台灣人是很猛烈的 台灣人那時候 沒有去中國 怎麼知道什麼共產黨 沒有共產黨 都向親菜套一個名字 說你共產黨 你是共產黨 我記得 有一個江蘇蔡參議員 他說 他去讓政府抓去 他說 他說 如果去警備總部抓去 不用三天 一天就好了 什麼事情都會糟 他都會糟 他都會糟 他會怕的 你為了不要太苦 你都會 什麼都說好 什麼都說是 那就溫馨了 台灣 台灣經過 那種的事情 有嚇勵 有很多家長 包括我的家長 八十幾歲 也是這樣 他們那種恐怖的氣氛 仍然存在 所以嚇勵 台灣海外王的老闆 給我問 因為我幫你請問 你台灣民政府 中華民國當局 要找麻煩嗎 我說沒有 他覺得很奇怪 他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中華民國都找 大家人的麻煩 民進黨也找麻煩 只有台灣民進會麻煩 他不敢找 我告訴你 因為台灣民進會 是按照國際法 戰爭法 只有台灣民進會 駐車 是在華盛頓DC駐車的 只有台灣民進會 USMG TCD的車牌 現在我們請兩三千 兩三千的車牌 你走 你只要不要去討論他 他會找你麻煩嗎 不會 有啦 只要我自己說 回去跟你們秘書長講 那個紅色的車牌 掛下面 白色車牌掛上面 我們當然不同意 紅色車牌掛上面 白色車牌掛下面 我們同意 你會問 白色的車牌 當時要扣起來 我也希望白色車牌 比較扣 問題是說 保安公司到現在 他就不會讓你進去 美國的看法 就是說 你車子如果沒有保險的話 那太危險了 沒有人可以保證說 你開車不會出事 所以 跟你說 你暫時兩塊白掛 絕對不會有事 但是 我們有的動心 就很激烈 白牌 聽人要拔掉 紅牌要掛 當然紅牌掛 我現在知道有很多人 都沒問題 有時候動心很趣 有的 有的 國塑公路讓人帶來 掛紅牌 警察說 你怎麼掛這個牌 你怎麼掛白牌呢 他說我白牌放在車裡後倒 他說 掛上去 工具 你警察工具 你警察工具 警察想想的 他怎麼就更麻煩 怎麼 你走 你走 這件事 我是不希望發生 但是 我不要再故意說 今天美國跟我們說 我們 台灣民政府 和中國民國的政府 我們可以 現在 兩邊同時存在 因為 要接政權 台灣民政府 是要向美國軍事政府接政權 美國軍事政府 向中國民國接政權 所以我們 台灣民政府 跟 中華民國的 流亡政府 之間 我們不會有任何矛盾 你就一定要跟他挑釁 尤其是年輕人 說幾次了 分斷就聽警察的名字 跟他分好 你們要離開呢 你知道嗎 你何必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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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弄什麼 我現在看到 那兩個年輕人 都跑去警察 挑釁 那年輕人 也是警察 警察 本來就刺牙牙 沒有人敢 騙我這個警察 你又 小毛頭 又跟他 跟他說 要把他抓去 派廁所 後來呢 我們一出面 就沒有事 後來我跟我們 動心說 你不要這樣子 我們現在法理上 我們騎得到 而且 絕對正確 你幹嘛 對不對 我們希望能夠 趕快用這個機會 趕快把四千位 學員 找好 位置都弄好 跟美國說 我們已經準備好了 請你把政權還給我們 我們現在要打招的目標在這裡啦 同時 旅行證件 大家各位保證 我們已經拿到那個密碼 但是為什麼今天 我們還沒有發旅行證件 我請問我們各位 如果旅行證件 今天可以開始申請 你想你會申請的請舉手 真的嗎 不真的 你如果這樣搖不下 就有個八道條 我先跟你說 我本來高級說 現在新聞證 申請的兩萬的 要申請這些旅行證 現在也沒有一千個啦 你不相信 我們剛才開始的身份證 2010年開始 在創身份證的時候 以前的半年 一千元都做不到啦 美國的公司 什麼怪問 公司請七八月 創一個很大的公司 裡面幾個幾個幾個 幾個幾個 幾個的東西 那當時 跟我們 什麼人 跟科威特 兩個國家做這個身份證 人科威特 幾百萬人 兩禮拜 做完了 台灣民眾做半年一千分啦 你七八月 完工怎麼辦 下班啊 要將公司拐掉啊 我們去跟他們拜託啊 我們台灣民眾廣告不夠 我們會努力 好不容易 弄了半年 才中了一千分 當然現在還好啦 現在差不多三個月 就有兩千分啦 我們是希望說 如果說一國可以創一千分的時候 他那種速度 我們才敢發行 旅行證件 那不然你移行證件 放在家裡 移行證件 貼到 你不要出國 沒效呢 你移行證件 貼到 你一定要出國嘛 是不是 出國要經過什麼 中華民國海關嘛 對不對 我們現在跟美國說 來 中華民國海關 要按鈕一磅還是兩磅 給我們 美國現在跟他說 好 給他一個 一磅還是兩磅 結果 每天都沒人進出 你不能想 我說的是 你都還沒收到 我都收到啊 但是 啊 那時候我們要怎麼辦 我們要怎麼辦 第一 美國人說的 你在幹嘛 你們是真的要接掌政權嗎 所以我們寧可 比較慢的 比較慢的 我會觀察 身份證的那個分數 那個分數 那我就 創到差不多一禮拜 還是兩禮拜 有一千分 那個時間就到了 但是今天 我們台灣民政府的成員 努力不夠 你沒有辦法說服你自己 也沒有辦法說服你周圍的人 在體制內 你便沒有辦法發揮你的執行能力 我們總不能說今天接掌政權 六個禮拜以後 老百姓幫你推翻 那不是 我們是沒有經過選舉的 直接任命 而且這個任命 也許是二十年三十年 不會再有選舉 但是被任命的這一個人 他的素質 他的氣質一定要夠 各位 我們就夠了 所以你不能只剩 只希望 我也希望 欸 做這句話很累 我怎麼過正常生活 沒辦法呢 每天跑東跑西 那不是 當然你們也是有你們的困難點 我要上班 我還要到他這裡來上課 也很痛苦 這個都是事實 但是想到回來 我們不用革命 我們不用暴力 不用武力 我們能夠把那個 中華民國推翻 看一個國家 在我們的手上 滅亡 死掉 心情看有多高興就好了 很不容易欸 你覺得想著說 中華民國在你手頭死去 台灣誕生 你覺得想過 你如果從來沒有想過 那就表示說 你的堅定的信心不夠 到這個時候 其實你不用想很多 這麼多年 所以這個台灣海外 你要問說 這麼多年啊 中華民國 都沒找你麻煩 中華民國 反而都沒找你 我說沒有啊 確實就沒有啊 也沒找你的麻煩啊 有啦 有一個兩個 開什麼黑白開的 有啦 人家都兩禮拜掛好 他就要掛一禮拜 我現在外面看 還有很多掛紅白 我跟他問說 你這有要緊嗎 他說不要緊 為什麼不要緊 警察看來 我的頭都外邊去 欸欸欸欸 這個你不要拍手 這你拍不拍 我沒有你鼓勵你這樣 我告訴你一次 欸 人家不要插他 那都好看欸 不要這樣 台灣人很害的 就是 軟頭沈滾 你不要聽過嗎 就是軟頭沈滾的方法 不要啦 買插白 掛插白是要替台灣民政府做宣傳用的 有的人喔 買的喔 如果你要掛 我要紀念 這後來十年不用交稅金 為了利益 才來買插白 我們不喜歡這樣 今天你刮那些插白 就是拿台灣民政府做廣告 因為你拍手跟他們說 那你用插白 跟他們擦傳嘛 那不是 你如果說我們這四千塊 因為四千塊 四千塊 四千塊 每一塊都掛起來 這四千塊的插白 四塊趴趴走 總有一天啊 警察也說 我也是來擦一塊 我沒有騙的 真的 警察也說 我們可不可以買 我說可以 來受訓 有啦 我們的警察 同仁啊 也有來受訓 我相信你們在FB 在那個Line裡面 我看到警察人員 不只一個好幾個 其實他是警察的人 他也擦紅白 我說你擦紅白 你的主管都不會說話嗎 我沒有我的主管知道 我們現在也有很多 是很現役的